已经有六十年历史的台中育婴院过去照顾的 弃婴和孤儿超过两千人 但是随着孩子长大 人数也不断增加 目前这一栋老旧的建筑物 随时都有电线走火的危险 而院方想要募集改建经费 但是因为碰到经济不景气 半年才募到五千块钱 他们不得已向媒体求援 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能够伸出援手 重度脑性麻痹的成为 靠着自己爬上斜坡 还有全身瘫痪不能坐立的孩子 全靠这个常常罢工的电梯上下楼 走廊上用了超过十年的轮衣服具 还是得想办法修 用了六十年的配电设备常常吊电 老师们很怕哪一天电线走火 这些孩子根本跑不掉 走过六十个年头 当年由创办人郭鼎顺及教会 共同创办的台中育营院 照顾超过两千名的弃婴孤儿 还有无家可归的中重度身心障碍者 二十四小时照顾的就有九十六位 加上发展直缓的早疗孩童 总共一百零六位 平均每人只能分到三点三平方公尺 老旧房舍亟待改建 但募款半年却只募得五千元 因为中度生鲜孩子 只需要是无障碍的环境 那六十年前的建筑结构 其实没办法完全提供 无障碍的环境给孩子 来询问的或是赞助的 真的是寥寥可数 真的数目非常的少 看到他们辛苦与付出 中心大学的校友们 主动募了两百万 但距离一亿元的改建工程 这样的数目还是非常遥远 他们一出生就没有父母亲的疼爱 那后来他们身体上的障碍 又让他们没有办法像正常的小朋友 需要比一般的社府团体 或是慈善机构 更需要我们来帮助他们 这些孩子的背后 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 有人被丢在果园 下雨的冬天被放在育营院门口 身心障碍却遭到父母遗弃的双重打击 随着转介人数年年增加 台中育营院争取重建的背后 就是希望这些被遗忘在角落的孩子们 能够获得妥善的照顾及自立的能力 记者王舅赖世杰台中报道